一提到藏区这个神秘的区域 你眼前是不是马上浮现出 一望无垠的高原和连绵不绝的雪山 很多人都习惯把藏区和西藏画上了等号 误以为去藏区就是去西藏 以至于去藏区旅行 就成了一个经常被想起 却又很快被打消的念头 因为大家眼中的藏区太远了 实际上真正的藏区除了西藏以外 还分布在青海 甘肃 明南 以及四川这几个省份 而四川的藏区呢 可以说是大部分人最容易到达的区域了 因为它真的没那么远 从成都出发 只需要半天时间就能进入川西的藏区 没错 就是那条著名的川藏线318国道 其实走川藏线不必非得去拉萨雅 川西就已经足够壮美了 这次呢 我们就打算用三天时间去看一看蜀山之王贡嘎 它是四川省的最高峰 海拔7556米 观景贡嘎雪山的位置非常多 而最近的免费观景台 在新多桥以南约130公里处的紫梅崖口 距离贡嘎的直线距离只有5公里 我们路线都已经查好了 但最担心的变数就是天气 一旦天气不好 一切都泡汤 能不能看到贡嘎最美的日照金山 还是个微距数 这是新多桥的早上 又是一个晴朗的天空啊 我们今天要准备去紫梅崖口 看贡嘎雪山了 那今天的路呢 也是有非铺装路面 但是没有昨天那么烂 据说 那今天究竟怎么样呢 我们去看一看 那现在米小亚正在清理我们最后的行李 整装待发 车子呢 可以看到 昨天因为跑云绕雅拉的那个烂路 把车子已经积了一身尘土了 但其实出来玩自驾 我觉得就是喜欢这一身尘土啊 风尘土的感觉 嗯 对 哇 我现在还是高凡头痛 我打算还是去买一点药 缓解一下 因为今天还要上紫梅牙口 来药店之后 给我推荐的是这个布洛芬 头痛嘛 因为缓解头痛 用这个18块钱 然后他刚刚还给我推荐了红锦天 但是呢 红锦天我一般用着没什么效果 所以我就拿了一个缓解头痛的药 这个镇上这里 镇上这边什么都有 药店也都有的 新都桥这个街上还是挺热嘛的 而且它有很多吃的 小吃店啊 然后水果店啊 药店啊 什么都有 路上的车挺多 路上的行人 很多都还是穿着脏服的 他们还是传统服装 穿的挺多的 从新都桥驶出穿脏线 给我的第一感觉 就是轻松 舒坦 因为车少了很多 我们刚刚在路上看到了头顶 有很多只老鹰在飞翔 在盘旋 真的是 小心小心 哇 浪哥就在这里拍 这个等于像机拍都拍得到 现在我们的目的地大概还有81公里 那从这个新都桥往紫梅亚河区的路呢 三个钟头的路 大概有两个钟头的路是这种全部装的板油路 剩下一个钟头的路呢 就是飞服装路面了 而且还是白油路的 嗯 我觉得这边是新装的板油 对 明显感觉到这个路非常非常的新 我们车子颠着颠着有一些异响 我发现是这个地方响 看到没有 我就想为什么它这个地方 不用一些能够 剪针的材料呢 像这种硬塑料 最容易产生异响了 看这个 这种声音 好廉价的声音啊 对吧 哇 二哈景旭 共感观景拍的28公里 由��acción контр oh here is qui 前方道路施工 请稍微驾驶 做登记是吧 好 防火登记是吧 做一个防火登记 里边还有几个地方可以去 你要勾选紫门崖口 然后这里边的这个 还有20来公里 他说路有点烂 慢点开 刚刚进入的前几公里的路还算不错 不过随即路就开始变差了 而且有意思的是 好路和烂路之间有明显的分界线 终于走到非铺装路面了 我们从新都桥出来 总共130多公里 有10几公里都是这种铺装路面 只有最后的20来公里是这种非铺装路面 所以说占比不高 就烂路的占比不高 我们刚刚进入到共感山乡 这里开始变成稍微有点烂的 非铺装路面了 现在的海拔是3500 哇 3500 也就是说接下来 20来公里的路 我要上升1000米的海拔 对 因为雷亚风好像是4500 对 4500刚刚在底图上面也看到了 这个路呢 其实看着还不是说很烂 但是就是 是不是给你来一个很深的坑 对 那个坑看不太清楚 对 我们刚刚在路上看到了一辆轿车 然后我们就超过它了 对 在这种很多坑的路上面 轿车开起来就比较慢 很小心 开起来比较小心 对 我看到它仿佛就看到 那当年我开的小七达 小心翼翼的 然后炮弹坑 然后旁边一辆八道 从我身边飞驰而过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之前走 我们第一次进账的时候 是开的一辆小七达 叫做小轿车嘛 走的318 当时我们走318的时候 那个时候路还比较烂 也是有很多的炮弹坑 所以我们都最多就开到个三四十 在那里扭来扭去 慢慢小心翼翼的走 然后旁边的那些霸道就 在我们旁边飞驰而过 然后给我们就是 就是留了一点的灰 当时我们俩就坐在那个车里面 就说我一定要买一辆SUV 我一定要买一辆SUV 这算不算给大家种草SUV了 不过确实是的 现在往紫眉牙口的 像这样的飞铺装路面呢 你确确实是这种SUV的底盘高 让你走这种路从容很多 你不需要去各种各样的去躲 其实呢 现在我们包括很多朋友 就是问我们进藏开轿车行不行 我们也会说 就是其实现在的路况 318这种大的路况 就是大的国道的路况很好了 开轿车完全没问题 但是呢 如果你很想去到真正原始一点的 好看一点的人际罕至的地方 还是最好是一辆SUV的 它的一个通过性还是好很多 对 前面有一辆轿车出来了 轿车可以走的 对 轿车只是速度慢一些 这路边经常看到这样的塌方落石 这条大路走着走着 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不明显的标志 紫梅压口 然后往右边拐 这边有一条土路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 走上了真正的烂路了 看到眼前这个钢结构架子 明显能够看得出来 这是要建一个景区大门了 我感到了一丝遗憾 也感到了一丝倾幸 遗憾的是 景区大门修在了离崖口 还有几公里开外的地方 建成景区之后 显然只能坐驱诊车上去 不再能够自己开车了 庆幸的是 我在景区建成之前 开车进来了 你看到前面已经开始翻山了 有这种回头弯的 看前面的山头 是不是有一种云铺的感觉 我们正在朝那个方向走不去 我现在差不多到顶了 这个啥都看不到 还看到两个人影 从上面走下来什么情况 看到两个人影 我估计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厉害呀 有了 美女客舍 还在上面 勇往直前 还有20米 好行 谢谢 让我们勇往直前 就是不管结果如何 勇往直前 上面就是牙口停车的地方了 就在这里了 哇 还有人打了帐篷 哇 上面这么多车啊 哇 在往这里露营吗 大家是 我们已经到了 你知道现在外面的温度是多少吗 2度 吓死人的温度 吓死人的温度 我觉得应该是零度 好大的风 关就是 2度 你再看看现在海拔多少 手表 来看一下 海拔4600 哇 4625 这就是姊妹牙口的高度了 风太大了 对 而且现在整个你看前面 什么都看不见 哎呀 我们电波了三个多钟头啊 怎么办 在这里等吧 其实根据目前的景象 基本可以打到恢复了 但既然来都来了 不管怎么样 还是等等吧 果然 等待还是有结果的 但这个结果得来的方式 却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 关注开车狂了 下期我们来分享这个解锁 姊妹牙口观景贡嘎雪山的新方法